为了要接受花山基金会照顾的独自老人欢度中秋节 9月10日到6次这间大型的餐厅 将基板中秋老人唱歌比赛与祖先餐会 当天会有18位整个18个乡镇的长辈 一起组成7个老人才艺表演 那当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 这次主办单位邀请到达真出名阿贤塞 以及以后高中餐饮好的学生 用心来准备二个都的料理味道 和助使中备来享用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阿贤师 那精心料理了十道料理 那一起提供给我们的长辈 让长辈过一个很好的中秋节 照顾四季基地的老人非常地辛苦 这次来自保中76会退休校党王正文 坐长辈子车来进城 并且向失地的老伴来文正公园 希望社会国家重视力小老人的照顾更促 主办单位表示 目前主线参观还欠150分 希望社会国家发挥爱心 和助使中备来团阅过中秋 记者欢迎观察方报导 再见 谢谢大家